呼吟国际教育2.0以及2030年双与国家目标 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在元旦后开学日 连续第四年举办了国际联合升旗典礼 共升旗了13国的国旗 包含台湾、美澳、日韩等等 约20多位的国际学生在校内就读 期盼让学生从小学习尊重、包容、接纳、欣赏 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 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的观山台 升旗13面国家的国旗 元旦后的开学日 国立东华复晓3日上午 连续第四年举办国际联合升旗典礼 典礼现场简约而庄重 那么在复晓一共有13个国家的小朋友在复晓旧途 从110年开始我们办理第一届的国际联合升旗典礼 受到所有的家长、老师、小朋友们的支持 今年是第四年 从各位的视野来看 各位的左手边开始依照自我抬讯 美国、澳洲、加拿大 再来印尼、伊朗、艾尔兰 艾尔兰是今年我们亲的一位小朋友 幼儿园加入到我们的幻子家 大家自来非常高兴 那我真的非常谢谢东华副教在去年的一整年 安排非常多国际交流的活动 也让孩子都开过自己的视野 那也请所有的孩子能够认真学习阿国文化 也把它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学习的典礼 学校举行了国际升旗典礼的那一天 孩子有一种没认可的感觉 从此以后 他们就更快地上学 今年国际教育主题为共普斯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 动华副校推展国际教育超过十年 每年都安排师生与国外姐妹校互访 期盼让学生亲身体验异国文化 未来其实我们有一些姐妹室 有一些友好城市都可以互相的一个往来 那其实近日因为疫情过后 我们的国际交流非常的频繁 那也希望能够带孩子去 到我们的国际的友人去走一走看一看 那借此交流能够提升自己的国际观 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视野 也希望说对于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可以对于他们自己很大的一个帮助 或许未来可以到国际上去工作 或是做一些国际上跟国际有关的一些行业 那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新年快乐 我们期许未来越来越好 呼应国际教育2.0政策 以及2030年要达到双与国家的目标 升起包含台湾美澳加拿大印尼伊朗日韩等13面国家国旗 今年还新增了爱尔兰 总计有22名外籍学童就读 今年教学更加入外籍教师 期盼学生从小透过跨国交流 建立和谐校园环境同时 培养孩子尊重与包容的多元价值观 接着将汪业环理事报导 Zither Harp